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有一位赛德克妇女陈秀花所编织的 陈秀花坚持传统的编织法 光是织一件衣服就得花上三个月的时间 就是为了呈现赛德克之美 编织是台湾原住民泰雅族赛德克族妇女代代相传的强妙记忆 在这店里所看到的东西都是陈秀花一针一线所编织而成 参观了一下记者看到熟悉的衣服 没错 这就是电影赛德克巴赖主角 莫娜鲁道身上所穿的原住民服装 正是陈秀花所做的 一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就必须要三个月 而且那个线容易拿到我光是脂就要三个月 因为它是用手跟脚肢体去还有我们的腰去密度 它的密度相关就是在这里出的力越大的话 它密度就越大 陈秀花出生于一个赛德克族家庭 回忆起小时候读书做功课时 母亲在一旁静静织布陪伴着他们 长期的接触下不自觉在心里迈下浓浓的情感 陈秀花以传统为本运用巧思创意 让原乡之品时尚化 还开创了赛德克手工编织工艺的新视野 台湾民间信仰多元 但是您听过恐龙也成为祭祀拜拜的对象吗 在台南有一间千岁府 里头有一尊恐龙大将军 传说他是千岁爷的座旗 每年还会跟着千岁爷出巡 相信大家对于寺庙里的神像大不陌生 但位于台南雪甲区 有间妙与供奉的神像确是恐龙 这些恐龙就是 以前有一支日本的压平 叫做六度空间大水怪 六度空间大水怪 我探在这里一模一模一模的就这样 但是那些恐龙多恐龙 现在我一个水开会脱在火 一直在烤 一直在我说我很害怕 我突然间我看到那些极色的灰带 这些四里有什么好复千岁 那些恐龙就爆破了 我这些恐龙就是发现这些恐龙 就是这样 想着就是这样 庙发人员表示说 跟着千岁一起修行 每年出巡到禁时 大将军也会出来透透气 不过大部分的信徒都没有看过他 对于出现恐龙生命感觉很新奇 第一次看到的是 我来 我想说 哎呦 这个怎么玩具呢 这才 这就是似的败杀啦 就很奇怪 就是感觉说 那是恐龙时期的动物 哪有现在有这个东西啦 只是很奇怪 是蛮可爱的 下次来到台南这间庙宇 看到哥吉拉大将军 可不要以为庙宫搞无龙放错了 充满地方特色的新闻 各地的公民记者 透过镜头记录 与观众朋友分享 是不是很有趣呢 费报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